观众朋友午安欢迎收看这一节的环抱推播 6月到了毕业季到了也代表有社会新鲜人准备要步入职场了 观众朋友你还记得当初你出社会的第一份薪水你领多少吗 我们手边就有一份最新的数据统计出炉了 根据劳动部以劳退提早工资计算 新鲜人平均月薪是首度突破了4万块钱 但事实上是只有40%的人有达到这个门槛 那剩下有63%也就是11万7310人是领4万块以下的 甚至还有53,633人是没有领到3万块的 占比也还真不少有将近三成来到28.8% 我们再细看近5年的大专毕业生的话 人数总共是有79.7万人 平均提早工资是43,117元 其中学士人数是占了59.3万人 平均是领38,869元 占比是高达了74% 但是这个薪水其实跟博士毕业的平均期薪7万 还有硕士的6万比起来真的是差上好一大截 好那我们看完薪水回过头来 大家还记得说自己毕业是多久以后找到第一份工作的呢 也有这样的一份数据出炉显示近5个学年的大学毕业之后啊 立即就业的比例是高达了47% 一个月内找到工作也有11% 超过一年才找到投入的仅有5% 所以看起来毕业之后好像还算蛮容易找到工作的 不过啊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学历有影响之外呢 科系其实也是牵动薪资的关键 怎么说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到下一张图卡了 其实出社会后的薪资落差一目了然 像是物理化学跟地球科学学门的学生啊 毕业后的起薪是最理想的 平均是有58,801元 再来就是工程跟工程业薪门是排名第二 平均薪资也有破5万来到54,379元 但是相反的艺术学门上是美术音乐起薪都是比较低的 平均是落在了33,522元 再来看到薪资待遇最差的就是这个参旅跟民生服务学门了 平均起薪只有33,195元 那这样算一算最高跟最低的起薪差距 竟然是高达了77% 真的是很离谱啊 但是这些毕业生到底毕业以后都去哪个县市工作了呢 我们可以来看到根据劳动部的统计 近5个学年度的大学毕业生 有超过77%的劳保投保地点是在六都 超过55%的新鲜人是没有在户籍地吃头鹿的 那其中是以台北市的29.41%位居首位 其次是台中的12.6%跟新北市的11.8% 专家就分析说因为六都的工商发展程度比较高 工作机会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 所以大学毕业生在户籍地工作的比例也会相对的提高 但是比较有趣的是呢 人工人口最多的新北市大学生在籍工作的比例 竟然是只有34.75% 还输给宜兰的35% 那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环抱推播 跟观众朋友做分享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